男人的家里有一个女佣 而且每晚和不同女明星打扑克 玩得花样百出 贴身保镖看了都三观近毁 谁能想到 这样的人正在竞选总统 第二天 老太就会换上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 不停向老百姓鞠躬致歇 就是为了打造亲民人设 笼络人心有利于竞选 伪装自己放荡不羁的真面目 为了让大家信任他会为人民当牛做马 直接当众下跪 不在乎男人膝下有黄金 只在乎能为人民服务 这套表面工作成功给大伙洗脑 老太的支持率疯狂飙升 脸超第二名 马上就能C位出道了 她坐在豪华汽车里春风得意 可一旁的老婆敏英却默不作声 一副苦瓜脸 多年前 敏英是风光无限的顶流女明星 可被经纪人诈骗欠下了一大笔钱 因此结识了老太 本想着嫁入豪门可以被捧在手心 殊不知 老太表面为人正直 背地却是毫无人性的暴力狂 不仅如此 每次敏英出门 都要派人尾随 而且还要求不断拍照打卡 极端的控制欲 压得敏英喘不过气 怨恨越激越深 她决定反击 拿了一个破手机 找到一家很少有人光顾的维修店 表示里面有很多重要照片和讯息 只要师傅可以修好 价格随便开 师傅心动了 决定接下这单 但越看眼前的人 越确定她是偶像敏英 师傅激动万分 说我是你的偶像 而不是 你是我的粉丝 敏英看到粉丝却面无表情 闷不吭声地转身离去 仿佛是在逃避什么 殊不知 淳朴的师傅 实际上是敲诈勒索的高手 表面在修手机 贝蒂却把顾客手机的隐私 窃取得一干二净 删掉的照片都能挖出来 接着以此敲诈顾客 如今爱了半辈子的偶像 他更要偷窥隐私了 不曾想 手机里都是敏英遍体鳞伤的照片 显而易见 他是被家暴了 意识到明星所向的老态 贝蒂其实是暴力狂 这可让师傅一阵后怕 第二天 敏英来取手机 师傅表示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 想要他不曝光的话 给五亿美金做封口费 敏英眼都不眨 说给他三十亿 如果走漏风声 他怎么死都不知道 师傅以为他这是在吓唬自己 还觉得他作为粉丝 理应解救偶像 在和朋友吃饭时 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朋友是个正直的记者 认为此事必须曝光 难道要让一个暴力狂当选总统吗 必须揭开老态的真面目 于是带师傅来到网吧里 趁没人注意把敏英受伤的照片上传到网上 本以为会闹得人尽皆知 可第二天帖子就消失了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师傅并不知道 他这个解救偶像的行为 却导致敏英遭受了更残忍的家暴 女人被丈夫用皮鞭不停抽打 完全不像高官贵族的明星太太 而被打的原因 只不过敏英修了部手机 里面被家暴的照片被维修师傅发现 这就暴露了老态实际是家暴男 一旦人尽皆知不利于他竞选总统 敏英痛苦万分 不得不说出师傅所在地 老太得知后 立刻派人去把师傅灭口 很快 师傅就被保镖一路追杀 幸亏敏英及时赶到 救了他一命 其实敏英打算老太正式选举那天 爆出手机里的照片 结果师傅好心办坏事 提前将把柄暴露 证据被老太拿走了 还对敏英起了警惕 本来老太现在就民心所向 要扳倒他就更难了 师傅愧疚万分 向敏英承诺一定会把老太手机黑掉 老太派保镖控制敏英行动 保镖见敏英迟迟不从美容院出来 起了疑心 正准备破门而入 一位美女从里面出来 她正是老太的最强竞争对手小江 同样对总统竞选虎视眈眈 但如今老太明心所向 小江处于劣势 恼火得很 看到保镖试图进去直接发飙 表示这是女人的私密场所 男人怎么可以随意进出 就在这时 敏英赶了回来 保镖发现自己多虑了 拍照打卡后 便也没有理由继续待下去 敏英走进房间 脱下了衣服露出满身伤痕 一旁的小江立马察觉异常 试图把敏英被家暴作为突破口 从而扳倒老太 随即找来了私人侦探 要求对方挖出老太黑料 敏英回到家里 依旧对老太毕恭毕敬 让对方放松警惕 然而手机被没收 她只能偷偷跑到饭店 找老板接电话 联系了师傅 让她做好准备 晚上配合她黑掉老太手机 等到晚上 她偷偷在老太水杯里混入蒙汗药 等老太睡死过去 她就悄悄溜到书房 用老太手机联系师傅 此时师傅在酒店里远程操控 手法行云流水 不仅成功把老太手机黑掉 还安装了监听软件 老太自然狡猾得很 手机里不仅没有任何隐私 还存了许多小江的验照 提前掌握了小江的把柄 师傅灵机一动 反正如今势单力薄 而且小江是老太最强的竞争对手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他打算和小江联手 而小江的私人侦探已经开始跟踪敏英 可出乎意料的是 老太在敏英身边安插了许多保镖 立马就发现了他 老太意识到对手把敏英当作突破口 气得头皮发麻 小江却春风得意 他脱下贴身衣物 走进浴池里和男明星打扑克 如今总统竞选迫在眉梢 他还有闲暇谈情说爱丝毫不慌 全然不知私人侦探已经被老太抓住 男人调查别人老婆被请吃大嘴巴子 还被拖下去打断了腿 老太这么做并不是因为爱老婆敏英 只是担心家暴老婆的事情被曝光 影响他竞选总统 于是他把敏英软禁在酒店里 但他没想到的是 敏英早就做好了准备 提前与师傅联系 商量好了对策扳倒老太 在敏英被软禁后 师傅立马就找到了老太死对头小江 因为古人云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他表示手里有老太家暴的证据 小江考虑再三 同意和师傅联手 立马联系媒体 一起赶来敏英被软禁的酒店 终于在和老太交锋上赢了一次 并且为了防止敏英再次被抓 师傅把他带到了山上的民宿 敏英告诉了他为何后来没继续当偶像 还后悔放弃 一番诉苦让师傅心疼 表示会守护好他 如今他们只要通过老太被黑掉的手机 探测到他去四人豪宅打扑克 他们就立马赶过去偷拍抓个现行 媒体这边爆出了老太绑架老婆的新闻 一下子闹得沸沸扬扬 领导都不愿接老太电话 气得他直接砸电脑 他意识到敏英和师傅如今是一伙的 还联手了小江 命令保镖绝地三尺也要把敏英找到 到了晚上 师傅难以入睡 在床上转斩反侧 路过敏英的帐篷 意外看到他在给背上的伤口抹药 结果被敏英发现 大骂流氓 师傅赶紧冲进来解释 表示他只是经过恰巧看到 敏英不方便的话 他可以帮忙抹药 敏英说不用了 伤口不痛 师傅来的剧可是我会心痛 一把抢过药膏 结果要抹着抹着越发暧昧 敏英居然亲了口师傅 一个爱了半辈子的偶像 主动投怀送抱 这波师傅赚麻了 而老太得知敏英脱离控制 一直找不到他的行踪 气得把手机都砸了 差点心机梗塞 喊来女佣到家里给他把火关 殊不知手机被黑掉 消息被师傅看到 接着师傅一行人立马赶往豪宅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新女佣是儿媳妇 老太真是禽兽啊 儿媳熟练地跪在老太两腿间 敏英和师傅在远处偷拍 朋友负责放哨结果被发现 很快 保镖们就找到了敏英和师傅 两人拼命逃窜 保镖穷追不舍 终于敏英体力不知摔倒在地 师傅赶紧拨通报警电话 前一秒丢掉手机 后一秒两人就被抓到 老太使出更狠的招数 把师傅朋友绑了起来 然后给了敏英一把猎枪 让他把朋友击杀 不然死的就是他 敏英乃干得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迟迟下不去手 老太示意保镖直接射击了朋友肩膀 打算嫁祸给敏英 制造出师傅为朋友报仇杀了敏英的假象 于是老太拿起枪准备击杀敏英 就在这时儿子回来了 早在这之前 敏英发现新女佣是儿媳时 她就冒充老太联系儿子 让她来豪宅 儿子看着眼前一目惊呆了 问这是在做什么 敏英趁机告诉儿子 儿媳也在这里 就在旁边的卧室 师傅赶紧附和 说老太和儿媳有一腿 儿子冲进卧室 还真找到了刚洗完澡的老婆 老太赶紧跟进来 试图向儿子解释 儿媳立马哭诉是老太强迫的 老太和儿媳互咬起来 儿子头都要炸了 儿媳跪下来祈求原谅 老太见咬不过 直接开枪把儿媳击杀 儿子心脏骤停了 老太杀红了眼 命令保镖把敏英他们全部杀了 保镖准备开枪 下一秒 枪声响起 领盒犯的居然是老太 原来是儿子开的枪 这时外面响起警笛声 儿子逃不掉了 再加上儿媳死了 悲痛万分决定自杀 留下了伤心的敏英 和脑子还没转过来的保镖们 而小江坐收渔翁之力竞选成功 师父和敏英则开始谈起甜甜的恋爱 一丝不挂的女人被关在狗笼里 忍受着男人给他刺冷水 被水枪的不停咳嗽 房东说他风骚就该洗洗 接着放太阎出狗笼 穿上他精心准备的吊带 还端来插着三根蜡烛的蛋糕 要庆祝这个时刻 房东开心的说 你是我的第三个女人 意味着前两名都已经领盒饭了 只要太阎听话 就不会死 几天前 太阎和男朋友到郊外旅游 和一个路人吵架 搞得一肚子火 接着姐姐珍妮又打电话问他在哪 太阎嫌珍妮管东管西 不耐烦的把电话给挂了 随后和男朋友来到饭店歇脚 却感觉房东一直在盯着他 感觉不舒服 闪到一边给姐姐回电话 跟他说晚点就回去 房东找到男朋友 说腰扭伤了能不能帮忙搬东西 男朋友欣然同意 就在他转身去搬重物时 房东突然从身后拿钢丝勒住他脖子 等太阎回来时 发现男朋友脖子一直流血 还被房东拿铁锹打死 太阎害怕急了 转身逃跑 却被狗拦住了去路 接着被房东迷晕 随后拖走 等太阎醒来 已经被关进了狗笼里 蜷缩在一边害怕地看着房东 在房东的威胁下 乖乖爬到了他旁边 房东一把拽过太阎的手 拉下了电闸 整个地下室陷入黑暗 太阎点燃了火柴 低头一看 一只大耗子在他面前 他害怕地叫出了声 地下室灯光再次亮起 刺得太阎睁不开眼 房东提着篮子走了进来 太阎遭受一整夜的黑暗恐惧 精神状态已经崩溃 房东看到他一旁的尿 笑他像条狗 让他把衣服脱了 太阎犹豫了 房东说不脱就继续待里面 太阎不得不从 把拉链拉开 脱下衣服 接着房东不停用冷水自他 终于把狗笼打开 太阎绷不住哭了出来 房东回到自己房间 换了件花衬衫 理了一下头发 接着点亮蛋糕上的蜡烛 让太阎吹灭 然后开心地鼓掌 说太阎是他的第三个女人 太阎瞬间瞳孔放大 害怕地看前两根蜡烛 房东说只要听话 太阎就可以好好的 问他敢不敢动 太阎当然不敢动 房东心情大好 决定唱最拿手的歌庆祝一下 还说他因为长得丑 才没当上歌手 接着他打开灯球 放入磁带 拿起了麦克风 用弓压嗓唱起了荷糖月色 唱得起劲时 太阎忍不住咳了一声 房东怒气飙升 把音乐关掉 骂太阎嘲笑他 接着抓太阎头发 把他扔床上 用力掐着他脖子 还没等他喘过气 让他像狗一样趴着 随即拿起一坨奶油 拍在两腿间 接着伤害了他 夸他比上一个女人好 女人被绑了起来 男人一边戴起手套 一边说他这条狗 居然咬主人 说完拿起钳子 活生生把太阎牙齿 全部拔了下来 太阎疼得全身扭曲 事后 房东拿酒精 清理腿间的伤口 痛得面不猙獰 就在这时 珍妮来到了饭店 想找房东 却不见人影 于是四处寻找 来到了仓库 此时太阎听到动静 试图求救 可发不出声 珍妮没有察觉 异常便离开了 转身撞上了房东 房东对珍妮起了色心 却得知 她是来找失踪的太阎 神色慌张 引起了珍妮注意 在此之前 太阎和她报备 来郊外饭店吃饭 晚上就回去 可失联了好几天 珍妮到警局报案 可老警察说证据不足 不同意立案调查 新人难警看不过去 可又人为言轻 只能给珍妮一张名片 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她 珍妮报案 无果只能来到郊外寻找 走街串巷询问住户 纷纷表示没见过太阎 想起太阎说的饭店 便赶了过来 如今房东的异常表现 加上一个路人说 曾在这见过她 珍妮确信太阎 一定是被房东绑架了 又来到警局报案 苦苦恳求老警察 加上男警担保 老警察无奈同意前往调查 路上从老警察口中得知 房东看上去是个老实人 几年前老婆跑了之后 就没有再结婚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们来到饭店想调查 房东一脸不情愿 但不能拒绝 男警和珍妮进入仓库后 发现了地下室 却没看见地上有颗牙齿 一无所获的珍妮只能和警察离开 殊不知 太阎就被房东 放在仓库旁边的绞肉机里 房东按下开关 绞肉机开始运作 太阎痛苦不堪 一点点被倦了进去 鲜血不停向四处喷剑 事后被做成饲料 撒给了鸡吃下 珍妮准备起身回首尔 想着妹妹说不定 已经在家等她了 就在离开时遇到了房东 显而易见 珍妮是房东的下一个目标 房东骗她说 看到了太阎的项链 项链现在在家里 珍妮立刻跟着房东回去 第二天 男警接到电话 对方称在一辆被砸的银色轿车里 发现了她的名片 所以联系了她 此时路人再次登场 说看到珍妮并没有回首尔 男警得知珍妮可能出事 立刻前往查看轿车 确认是珍妮的车 目击证人说开车的是个男人 男警察绝不对劲 夜晚来到了仓库外 拿着手电筒走了进去 而珍妮此时嘴巴被胶带粘着 手脚被绳子束缚 无法挣脱 房东走了过来 撕开了胶带 珍妮问太妍在哪 房东拿出了太妍的项链 笑嘻嘻地说 太妍已经被她杀了 珍妮悲痛欲绝 扬言要杀了房东 房东嫌她吵 又把她嘴粘上 说对珍妮一见钟情 随即开始对珍妮动手动脚 男人把手伸进女人衣服抚摸 说她比死掉的妹妹更柔软细腻 珍妮手脚被束缚无法动弹 她恨不得把房东碎尸万段 被囚禁了3650天的珍妮 没有上过厕所 房东表示敬佩 让珍妮别抵抗了 和她一起幸福地生活 珍妮不为所动 接着房东闻了一下 她身上的味道 都发臭了 让她明天洗个澡换新衣服 到了明天 珍妮就会求着房东别离开她 房东拍了拍珍妮的脸 转身准备离开 珍妮眼神突然发狠 悄悄松开绳子 结果房东停了下来 她赶紧停下动作 房东回头乐呵呵地说 给珍妮准备了紫色的内衣 说完转身离开 珍妮迅速松开绳子 从床上坐起身来 拿起准备好的小刀 冲向房东 房东立马闪躲 刀扎穿了她的手 结果力量悬殊 房东抓着珍妮头 把她扔到架子上 珍妮痛得起不来 房东把刀拔下 挑衅珍妮这种烂货杀不死她 接着不停用脚踹她肚子 珍妮痛得晕了过去 房东气愤地离开地下室 发现狗死了 回头一看 是邻居 邻居说地下室发生的 她都看见了 原来在此之前 珍妮曾向邻居 打听过妹妹下落 邻居寄住了她的车 结果晚上看见 房东开走了她的车 就知道房东 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不想被告发的话 就把她那块 升值的地产交出来 而且邻居已经准备 好了所有文件 就等房东乖乖签字 房东签完后 却没有给邻居 而是要和她做交易 条件就是把珍妮杀了 房东带着邻居 绕到仓库后面 被一旁的男警发现 男警赶紧走进仓库 发现门被上锁 她只能找工具撬开 这时邻居在点烟 房东悄悄拿起菜刀 邻居一回头 便被砍死 刀直接插在了脑门上 而男警顺利撬开了门 悄悄走了进去 发现了珍妮 赶紧给她松绑 珍妮崩溃地说 房东杀了妹妹 回头一看 房东拿着斧头走了进来 男警还没来得及掏枪 便被房东砍中了头颅 血流不止 瞬间倒地不起 珍妮害怕地连连向后退 房东抡起斧头朝她砍去 珍妮赶紧亮亮呛呛 爬起身逃跑 房东步步紧逼 从地下室一路追上来 珍妮反手把门关上 房东不停用斧头砸门 她趁机跑出去躲了起来 这时门被房东砸得稀巴烂 伸手把门打开 冲了出去 珍妮躲在一旁有了想法 等到房东冲出路边时 身后的仓库突然亮了起来 房东察觉异常 拿起斧头赶了回来 她四处寻找珍妮 逐渐有了脾气 问珍妮你在哪 正常人怎么会回答呢 好家伙 珍妮直接蹦到她面前 大喊我在这 房东惊喜回头 珍妮拿着手枪对准她 房东不屑一笑 无视珍妮威胁 小样 就凭你也配指示我 老子杀过的人比你吃的饭都多 说完挥起斧头 珍妮赶紧开枪 结果没打中 房东嚣张地向珍妮挥斧头 还把枪踹掉 随即继续砍她 结果斧头被木头卡住了 珍妮趁机连滚带爬 捡起了枪 把房东一枪打倒 房东夸她干得漂亮 珍妮赶紧问妹妹尸体在哪 房东神气地说 她把太盐放进了绞肉机 切碎了整个身体 说到这 房东还在沾沾自喜 告诉珍妮 当时她来找妹妹 其实妹妹就在这里 还活着 珍妮伤心欲绝 房东还不忘再插一嘴 因为珍妮步步紧逼 她才杀了妹妹 四手五入就是珍妮杀了妹妹 珍妮彻底崩溃 把子弹全打房东身上 还把眼睛射穿 最后 律师说珍妮属于正当防卫 但是后面做的事情 应该是精神问题 珍妮问什么事情 律师说 你杀死房东后 把她尸体丢进了绞肉机里 珍妮眼神凶狠 杀房东的时候 确实精神恍惚 但是把她丢绞肉机里 当时无比清醒 而且再来一次 她还是会这么做 女孩一丝不怪被摆在餐桌上 官二代们拿着相机 对她拍照 露出得意的笑容 接着给她看家人被伤害的照片 女孩再也绷不住彻底崩溃 可是无能为力 她的绝望只会让官二代们更加兴奋 这时 不远处作者的太子 津津有味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听着女孩惨叫声和音乐声 交织在一起 但很快又觉得索然无味 摘掉耳机 起身走了过来 给女孩注射之换剂 紧接着女孩意识涣散 太子温柔地抚摸她的脸颊 你以为她是女孩的救赎吗 大错特错 只见她把鱼线穿过女孩脖子 缠绕一圈 然后用力拉扯 女孩瞬间清醒痛苦挣扎 随着鲜血溅到她脸上 居然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 女孩就这样领了盒饭 而且她的家人 也被太子党残忍伤害 大范警官来到女孩家里调查 映入眼帘的 就是她父亲的尸体 推测她是刚开门就被对方打死 接着警官来到屋内 里面发生的一切都让她大为震撼 墙和地面像是被血重新粉刷一遍 哥哥和母亲倒在血泊中 就连七岁弟弟也不放过 一家五口全被太子党杀害 大范妻的手抖 忍不住大骂太子党 如此惨无人道的命案 上司却避之不及 还说太子党想干什么干什么 让大范不要阻拦更不要插手 大范妻不打一处 和上司争论 结果换来的却是命令书 大范和手下 统统被调去当化肥肠保安 还被没收身份证和枪支 不仅如此 手下被太子党残忍割喉 还被开车拖行 而大范被一枪打倒进河里 捡回了一条命 一晃三年过去了 警方发现连环命案的第七具女尸 死法和之前的女孩们一模一样 媒体争相报道 一瞬间家喻户晓 百姓们人心惶惶 纷纷认为警方办事不利 压力一下就给到了警方 而负责此案的警察干部 碍于舆论压力选择自杀 加速了连环命案的热度发酵 为了平息舆论 领导把违规警尝掉了回来 因为警长手段很辣 思维极其敏捷 破案率和制裁率一样高 警长接手案件后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首先就把所有证据推翻 选择重新调查 在第七位受害者茄子的角质上 发现了犯人的DNA 可警长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国情院特工盯着 这群人一直都知道凶手是太子 但太子身份过于特殊 他凭借手里掌握着高丽情报 成功让米国做他的保护伞 而米国和泡菜国的关系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当特工得知警长已经掌握证据 并且正在前往抓捕时 特工立马赶到太子住所 发现住所如今被围的水泄不通 当特工好不容易钻过人群后 发现太子居然在看书 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姿态 特工正准备把他带走 警长突然插手 并且拿出了逮捕令 明正言顺地把太子带走了 这也让国情院意识到事情严重性 如果警方给太子定罪 一定会把事情闹大 这样做的话会引发严重的外交问题 压力就会给到国情院 必须在太子被定罪前 拖延2880分钟 而太子在被审讯时 神情自若 完全不慌 旁边的律师说太子有不在场证明 当时在外地 甚至连警长发现的DNA 太子都准备好了说辞 说自己有块菜地 种了有茄子 然后经常会分给街坊邻居 有DNA很正常 拿这个当证据说不过去 接着一副看笑话的表情 这让警长很火大 嘲讽太子趁现在还能笑 以后就得哭着喊他爸爸 还说他发现的DNA 又不是在茄子上发现的 事后 警方这边丝毫不敢懈怠 疯狂调查太子寻找证据 而国情院利用外卖小哥 安装摄像头 成功监视警方 在32小时后 终于找到证据 在监控里发现了太子行踪 推翻了他在外地的不在场证明 警长随即把证据扔太子面前 然而太子依旧吻如老狗 因为一定会有人救他出去 很快 一个浑身鲜血的官二代 走在大街上 随即被国情院抓住 失踪648天的官二代 在高速上行走 突然被国情院的人拦下 强行拖进车里 好不容易吃上一口热乎的泡面 还没吞进去又被人带走了 只因为他不仅是高丽太子跟班 还是太子圈养的替罪羊 就算是让他去领盒饭 他也会毫不犹豫听从指示 还觉得替太子卖命 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人是太子的替罪羊 但警方领导居然要求警长放了太子 还伪造了替罪羊的犯罪证据 咬死替罪羊是连还命案凶手 草草结案 警长被气得头皮发麻 并不打算就此收手 准备先回家洗个澡冷静冷静 发现家里居然进了贼 好家伙敢偷警长家 嫌命长是吧 正好有气没得撒 警长直接拿起棒球棍 一副小样看我不揍你的姿态 还没等警长动手 贼就喊他坐下说话 警长成功被贼引起兴趣 搬个椅子坐下后 贼说太子在其他地区也犯罪了 而且还有四起杀害全家的案子 警长一听来劲了 有你小子可以啊 哪个道上的 接着贼丢出一大堆照片 警长拿起一看 上面全是死状相似的女性 这时 贼把头探到阳光下 原来她就是大难不死的大犯 两人决定合作 警长赶回警局时 48小时已经过去了 国情院准点来到门口要带太子走 而警长得知了太子所有的最后 看到他嚣张的笑容 气得直接冲上去揍他 结果太子来了句 你听过我最喜欢的声音吗 就是人嘎之前发出的声音 特别是女孩子发出的 乌胡真是太好听了 而且那个警察干部并不是自杀 其实是他杀的 这可把警长气坏了 直接一拳把他干趴在地 很快就被人拦下 不然太子今天真会被他打上天 太子笑着看他 还不断对他嘲讽 这时 警长提前预约的记者到了 不停对太子一顿猛拍 本来是想曝光太子的 结果登上头条的是警长 出于暴力执法 警长被停职 明明凶手知道是谁 但是就是不能抓 气不打一处 终于意识到大范的被动 太子被关在豪华酒店 这怎么看都更像保护 这是一个女特工走到一旁 很快就被太子盯上 男人杀害半个亚洲的人 却总能逍遥法外 如此嚣张跋扈 只因为他的保护伞是米国 特工再也忍不住 上去就给他一脚 扯着他头发 质问他是不是觉得很好玩 太子欠扁地说 女特工又没嘎 特工气得把他干趴在地 没想到把太子拎起来之后 他又欠扁地说 割个表匠子 特工直接把他摔墙上 狠狠地踩住他的脸 但是他的保护伞太大 太子丝毫不慌 还质问特工不应该保护他吗 要不是同事拦着 特工真的就要把他头踩扁了 为了防止太子继续杀人 国情院把他手脚都束缚住 而警长接到大范的电话 立马起身赶到警局 大范告诉他 太子在香港也虐杀过女性 其中一位受害者 就是炮菜国公民 警长根据提示 很快就找到了案件资料 里面有太子露脸的犯罪录像 正当国情愿 要把太子交给米国时 警长带着办案小组 冲进酒店里 这次他一定要扳倒太子 进到客房后 掏出了逮捕令 还对太子说 宰种你爹来了 太子这次笑不出来了 对眼前的私生犯满是厌恶 警长不顾他反应 直接播放了太子 伤害女性的视频 在场的众人都震惊了 连米国人都一阵后怕 警长不等大火反应 直接给太子铐上手铐 终于这次恼火的是太子了 警长直接拍他脑瓜子 怎么和你爹说话的 就在太子要被带下去时 警长突然想到怎么对他了 问他这么喜欢糟蹋女性 不会是一地吧 接着做了个手势 明显戳中太子痛点 太子气得想要警长 反被警长一个过肩摔 摔在了地上 还试图咬他 直接被警长踹老实 然后被带了下去 原本以为终于可以结案 定太子罪 可警局门口被围的水泄不通 阻止警长继续办案 原来这是领导的事宜 他气愤地和领导通电话 然而对方认为正义不重要 气得警长把手机摔地上 看着太子嚣张的神情 警长想了个法子 警局行不通 那就带他去法院 可就在半路接到法官电话 说法院也避之不及 无能为力 警长只能停下车思考该怎么办 太子在车里吹起口哨 这时 特工找到了警长 表示他也想让太子得到惩罚 可是太子有米国想要的情报 不得不配合国情院保护太子 警长说如果放过太子 他会后悔一辈子的 特工向他透露 如今太子他爹被抓 重要文件给了太子 炮蔡国和米国都对文件虎视眈眈 警长得知事情真相 深感无力 明白凭自己是无法扳倒太子的 看到身后的米国人 无奈交出太子 结果太子下一秒 把米国人干倒 夺走手枪 回头对着警长连开好几枪 鲜血见到特工脸上 没想到警长就这样领了盒饭 太子还一副嚣张的笑容 对着他们做鬼脸 特工瞪打双眼 再也无法容忍太子 开车追赶他 就在快撞上去时 一辆车先撞上了米国车 接着那辆车继续撞上去 把米国车撞翻好几圈 太子看到原来的大范 吓得惊慌失措 大范直接一拳干碎车窗 把太子拽了出来 不停垂他的脸 直接拖着他走上车 特工也没有阻拦 放大范离开 这时 太子被带到船上 这上面的人都是压太子回高丽的 大范如释重负 将手里的照片一张张丢进大海 可就在这时 船上的人围住了大范 一枪把大范击倒 接着对他连开竖枪 事后 特工来到太子住所 找到了他 告诉他已经没有保护伞了 后台也已经被消灭了 太子还没意识到严重性 以为特工是要从他这得到情报 特工二话不说给他腿来了一枪 痛得太子嗷嗷叫 特工问他很疼吗 太子怒斥他以下饭上 特工又给他膝盖来了一枪 太子痛得哭颠喊娘 但还是嚣张至极 不停狂笑 一个小喽喽也敢冒犯他 全然不会对自己的恶行感到愧疚 特工见他麻木不仁 直接给他肩膀来了一枪 然后把他拎起来 枪底进口枪 送恶魔上路 女孩衣冠不整地躺在地上 他心如死灰充满绝望 大叔却露出意犹未尽的神情 就在这时女孩妈妈找了过来 妈妈没有发现底下的两人 可他不知道的是 风韵犹存的他成功吸引大叔的注意 他将成为下一个目标 妈妈是女孩唯一的软肋 大叔无疑是激起了他的斗志 女孩抓起一旁的尸块 冲向了大叔 猛砸他脑袋瓜子 接着开启狂暴模式 一下 两下 一万零八十六下 女孩允英刚成年便辍学打工 妈妈每天都会在路边等允英回家 允英看到妈妈 就会开心地抱住他 还给他准备了好吃的 妈妈给允英准备的是小红花 允英便会用手语和他交流 因为妈妈是聋哑人 两人一直都相依为命 日子虽然平淡但是温馨 同龄人吃喝玩乐 允英就已经开始打工赚钱了 妈妈则在场里打螺丝 厂长便是大叔 对允英心怀不轨 于是和妈妈说 把允英嫁给他吧 他会每晚让允英开心的 读懂唇语的妈妈脸色瞬间变了 大叔离婚带俩娃 允英才刚成年 妈妈直接给了他大嘴巴子 告诉他休想打允英的主意 气得转身离去 然而这更坚定了大叔的念头 这天 允英正在上班 大叔找到了他 对他的身影响如飞飞 就在允英下班回家时 大叔从背后偷袭了他 不知过了多久 妈妈不见允英身影 连忙出来寻找 只能发出嘶吼声 压根听不见底下发出的声音 更不知道自己成为了 大叔下一个目标 允英护母心切 导致让对方领了盒饭 事后 允英被拘留 因为警察认为他是故意杀人 律师也没法子 允英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 他心如死灰 见到妈妈时 妈妈悲痛欲绝 允英还在用手语安慰他 哭会对嗓子不好 如果他真的被判无期 让妈妈找个人替他照顾自己 妈妈泪流满面 他无法接受这一切 允英再也绷不住 哭了出来 法庭上 妈妈和允英朋友坐在听众席 焦急地等待宣判结果 法官认定允英被大叔侵犯情况属实 但他却是在事后主动攻击 如果是在事发过程中 他反抗导致对方领盒饭 那就算防卫过当 但允英不仅主动攻击 还连续多次砸大叔头部 综合下来 允英属于故意杀人 妈妈听不见判决结果 赶忙向朋友询问 朋友只好在手机上打字 得知允英被判五年 彻底崩溃了 冲进了法庭 跪在法官面前 不停坐手语求他们放了女儿 见法官无动于衷 便去抢女儿 却被众人控制住 允英就这样被送进了监狱 换上了囚服 编号为2037 女孩被坏人侵犯不幸怀孕 法律却禁止她打掉孩子 这对于女孩允英来说 无疑是五雷轰顶 就在不久前 允英用石头把坏人砸死 结果被判了五年 来到监狱的她 丝毫不适应这里的生活 红衣姐不小心撞了一下她 导致她踩到了一旁的寸头女 对方直接起身抓允英头发 还不停踹她肚子 众人赶紧上前置举 把寸头女给控制住 还向允英解释 这人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涉事卫生的允英一下遭遇这么多 整个人都粘了 一个大姐贴心地拿药 帮她处理伤口 给了她一丝温暖 到了晚上 允英久久无法入眠 连哭都不敢发出声音 到了第二天 大妈发现允英竟睡在自己怀里 泪水打湿了她的衣服 她轻声寒醒室友 说允英像自己的闺女 等允英睡醒后 大妈贴心地拿给她生活用品 这让允英感受到了温暖 接着吃饭时 大妈掏出了珍藏的香肠 桌上的人其乐融融 像个小家庭 唯独允英显得格格不入 吃完饭后 所有人都被集合准备上工 一旁的老嫂子却猥琐地看着允英 明显让人感到不适 寸头女立马制止了她 接着众人被带进车间 二话不说便开始上工 然而允英一直格格不入的样子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到了晚上 允英蜷缩在角落里 室友泡妈凑了过来 开始对她进行心理疏导 一定要坚持下去 即使身体被困住了 也不要放弃希望 到了第二天 众人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允英主动打扫起了房间 把地板擦得发亮 如今整个人充满了生机活力 自从允英吃牢饭后 妈妈也在积极地活着 努力练习说话 想对允英说 她现在过得很好 可到了探监的时候 一见到允英就立马崩溃 允英连忙安抚她的情绪 用手语说自己在里面过得很好 让妈妈不要担心 妈妈艰难地说出练习了很久的话 我现在过得很好 允英听完开心地笑了 对妈妈说会争取提前出狱 妈妈泪流满面 表示没她在的时候会照顾好自己 一直等她回家 两人看着对方的脸 泪流不止 明明近在咫尺 可却触摸不到对方 这天 允英突然发起了高烧 胖妈请求工作人员治疗允英 这才得以被送进医院 可却检测出众人都傻眼的结果 医生非常确定地说 允英怀孕了 医长没法隐瞒 将怀孕的消息告诉了允英 允英听完顿时心肌梗塞 彻底崩溃了 在监狱里崩溃逃窜 忍不住痛哭流涕 企图撞破监狱大门 不停对气垂打 很快被控制住 允英如今极其思念妈妈 可现实往往不尽人意 允英被关进了禁闭室 胖妈得知情况后 准备去接她出来 好说歹说才让医长同意 一进来却发现 允英竟然把自己肚皮抓破了 胖妈不可置心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轻轻地把衣服扯下来遮住肚子 满眼心疼地看着允英 抚摸她的脸颊 把她抱在自己怀里 然后把她扛回了房间 众人赶紧上来帮忙 一起照顾黏了的允英 结果寸头女不乐意了 斥责允英就是个累赘 还一把抓住她的头发 企图把她拖进厕所里教育一下 大妈看到后 立马冲过来制止 反手把寸头女控制住 寸头女这么做的目的 是不想允英生下孩子 小孩吵死了影响她睡觉 大妈气得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怒斥她毫无人性可言 两人在房间里大打出手 很快都被关进禁闭室反省 妈妈得知允英怀孕的情况后 立马跑来申请探监 可现在还没到时间 申请被驳回 想见女儿却见不到 门口的公交车站 不知过了多久 依旧不愿离开 事后 室友拿了一袋吃的给允英 里面都是肉 还告诉她身体最重要 就在这时 一群不良老女人围了上来 大姐完全不敢说话 红衣姐也不敢动 老嫂子凑到允英身旁 撩了一下她头发 接着开始对允英上下其手 老嫂子把女孩搂在怀里 右手不老实地想抚摸她 这时 胖妈冲了上来 拿笔直接扎老嫂子脖子 警告她再敢打允英主义 她不介意再被判个无期 无期不怕有期的 老嫂子立马怂了 刚上完宫的寸头女 发现地上有碎玻璃 顺着走了过去 只见允英正满头大汗 拿着巨大的玻璃碎片 往自己肚子用力地扎下去 眼看就要出事了 寸头女直接拿轮胎砸了过去 然后不停踹允英 斥责允英要死别连累她 自从得知怀孕后 允英整个人都念了 室友却鼓励她保住孩子 可以靠孩子来减刑 但这孩子她真的不想要 为什么她要被侵犯 还要给坏人生孩子 可她又很想提前出狱 妈妈如今没有她在 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着 允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法院再次对允英的案件进行审理 出于她案件的特殊性 众人一致认为应该减刑 于是当场宣判 允英只要把孩子生下来 就减刑到一年 这可把室友们乐坏了 胖妈脸上写着 我说什么来着 随着允英肚子越来越大 室友们纷纷准备了生产食药用的东西 红衣姐还裁掉自己裤子 做了件孩子的衣服 接着大伙又做了双脚套 狱长也来插一脚 给允英送她爱吃的 大家都做好准备 迎接小家伙的到来 允英也渐渐接受了孩子的存在 在室友们温暖的陪伴下 感觉房间里充满了阳光 室友们甚至已经在想孩子叫啥了 就连一向暴躁的寸头女 也给孩子做了个玩具 这天 允英肚子一阵剧痛 可身边却没有人在 她颤抖地拿起止痛药 大口地吞了下去 接着忍受剧痛把信塞了出去 等室友们回来后 发现允英已经晕死过去 胖妈赶紧查看情况 让大姐去喊工作人员 很快 允英就被送进了产房 可如今处于昏迷状态 医生只能助产 室友们焦急地在房间等待 一口饭都吃不进去 允英这边的情况却不乐观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这时统信员发现了允英的信 发现她给所有人都写了一封 等到室友们看到允英提前写好的信 都绷不住了 没有一个是不哭的 允英这时缓缓合上了眼 在这部电影里 韩国的堕胎法让人无法理解 女性没有自己身体的决定权 明明是受害者 却要承受痛苦 一群人扬言女性要保护好自己 可却先有人说希望坏人少一点 男人博士毕业有着大好前程 却只喜欢偷溜进陌生人家里 像个寄生虫一样 穿屋主的贴身衣物 刷屋主的牙刷 帮屋主把剩饭剩菜吃掉 要是有坏掉的东西 他还会帮忙修好 然后帮屋主洗脏了的衣服 晚上就摊在沙发上 把电视开到最大声睡觉 走之前在屋主的全家福前拍照打卡 这一切都清车熟路 他已经偷溜进半个亚洲的房屋里 没有被发现过一次 就是因为他每天 会挨家挨户贴小广告到门上 等过一个星期 要是哪个门上的小广告还在 就证明屋主长期没在家 接着男人就会翘锁进屋 查看电话的来电留言 以此得知屋主的大概回家时间 每次只要在屋主回来前离开 就不会被发现 这天 男人偷溜进一家豪华别墅 忍不住感叹真有钱 四处溜达确定没人后 接着打卡拍照 压根没发现角落里居然有个女人 他双眼目呢 脸上全是瘀青 看着陌生人偷溜进家里丝毫不慌 反而充满好奇 暗中观察着男人的一举一动 男人仿佛是家里的主人一样 自在地做菜吃饭 然后收拾屋内脏了的衣服 拿到厕所里手洗 闲暇时间就打高尔夫 还会给植物浇水 发现体重称坏了 就帮忙修好 女人就这样盯了他一整天 发现男人虽然吃他们用他们的 但是会帮家里打扫卫生 觉得他不像个坏人 直接出现到男人眼前 这可把男人吓坏了 立马不睡了 起身穿衣服 准备开溜 这时 一通电话打给了女人 对方是她的丈夫 不停对她人身攻击 就在男人捏手捏脚离开时 女人突然怒吼 然后挂掉了电话 这架势把男人给吓住了 但可以想象 女人在家里的遭遇 男人并没有直接离去 而是坐在别墅不远处 犹豫许久 暗自做了个决定 起身返回了别墅 然而男主人已经回到家里 一上来就对女人破口大骂 还不停扇她大嘴巴子 男人都把这些看在眼里 居然欺负弱女子 肚子里燃起了一股火 于是到院子里玩高尔夫 引起了男主人的注意 面对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男主人立马要报警 就在这时 男人挥动手里的球杆 不停打出高尔夫球 直接把男主人打趴在地 痛得说不出话 事后 男人离开别墅 返回摩托车上 独女人会跟他走 果不其然 女人坐上了他的车 接着两人便离开了别墅 开始一起生活 两人始终没有开口说话 但相处得很好 一起偷溜进陌生人家里 女人率先帮屋主洗起了衣服 男人便去厨房做饭 拍照打卡的时候 女人主动上前合照 还露出笑容 原本以为这样的生活 可以一直进行下去 可就在这天晚上 两人照常溜进陌生人家里 一起拍照打卡 还一起喝点小酒 喝上头了居然抱在一起睡觉 就在这时 屋主居然提前回到家里 夫妻俩回到家 发现床上躺着一对陌生男女 丈夫立马掏出拳击手套 让老婆去检查家里有没有丢东西 自己跑来收拾屋内的男人 打到一半老婆赶紧拉住他 家里没丢东西 丈夫这才放了这对男女 没了住的地方 他们只能到公园过夜 男人打高尔夫球发泄情绪 结果一不小心 球砸到了正在飞驰的车 副驾驶上的小姐姐当场头破血流 晕死过去 男人不敢出面承担责任 只能背地里愧疚哭泣 女人把他抱在怀里安慰了一整夜 天亮之后 两人继续寻找可以住的屋子 然而这次 他们住进的是老人的家里 可男人一开门便立马离开了 女人见此感到好奇 一看里面顿时吓了一跳 但决定留下来 原来是这屋里的老人猝死了 男人拗不过女人 只能陪他一起给老人擦干净身体 女人的血迹清理干净 虽然两人是寄生虫 但还是有善良的一面 事后 两人照常在老人屋内蹭饭吃 结果老人的儿女突然回来 看见屋内的陌生男女猛了 女儿赶紧找老人 却找不到踪迹 于是咬死和陌生男女脱不了干系 立马报警 男人和女人很快就被请去警局喝茶 当警察检查男人背包时 发现了他的相机 里面全是偷溜进不同人家里的照片 确定男人是惯犯 接着不停殴打他 认为他为了寄居到了老人家 很快 老人的尸体被找到 发现男人把他安葬得很好 而且通过尸检报告 得知老人是死于肺癌 和男人没有关系 可警察却不打算放了男人 因为在失踪人口档案里 他们发现了有女人的档案 随即联系了报案的人 此人正是女人的丈夫 丈夫得知此事后 立马到警局把女人带走了 警察没有男人强迫女人的证据 但咬死他一定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把他扣在了警局 事后 丈夫用钱收买警察交出男人 接着把他丢到桥下 准备一雪前尺 拿出高尔夫球 全部打在男人身上 享受完复仇的喜悦后 男人已经倒地不起 警察上前查看 结果被装晕的男人偷袭 差点领盒饭 男人袭警那就是罪家一等了 直接被请吃牢饭 在监狱里 男人不但没有颓废 反而做出一些让人费解的行为 等御警察房时 看不到男人身影 连忙打开房门进来 却发现男人正躲在视觉盲区 还得意地露出笑容 引来御警一顿毒打 这反而让男人有了成就感 于是变本加厉 等御警再来查房时 房内居然没有男人身影 御警一抬头立马被吓到 男人居然在门的上方 御警气不打一处 你个小吃佬跟我玩捉迷藏呢 男人又挨了一顿毒打 并且如果再犯 御警就让他快速投胎 可男人丝毫不慌 反而越来越沉浸在捉迷藏里 逐渐练就隐身术 男人正在学习隐身术 不断练习身法 达到无声无息的境界 等到御警来查房时 就是验证成果的最佳时机 御警一进门 发现房内除了男人的衣服 里面空空如也 墙上也没有男人的身影 然而没有发现 自己走一步 身后的男人就跟一步 仿佛是御警的影子 这时御警察觉不对劲 立马转身 男人以更快的速度 转到了御警身后 但他疏忽了一点 那便是自己的影子 御警低头便发现他在身后 小样 耍我是吧 直接掏出警棍 对男人一顿毒打 男人不但不害怕 反而开心极了 因为他离达成影身 巅峰不远了 还在掌心画上眼睛 把他想象成御警 然后躲在手后 不仅模仿对方的脚步 还要预判对方的下一步行动 只要双方达成一致 那便是影身术的最高境界 不知练习了多久 男人的身法日渐炉火纯青 再也没出现在御警眼里 时间就这样转瞬即逝 男人引来了出狱的日子 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报仇 他来到停车场 找到了欺压他的警察 这时 一枚高尔夫球滚到警察脚下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又一枚击中了他 无论如何都没能发现男人 只能单方面挨打 痛得倒地求饶 报完仇后的第二件事 便是找到朝思暮想的女人 住在他家里 但他并没有报复女人丈夫 而是一直跟在丈夫身后 丈夫没能察觉到男人 只察觉到女人日渐阳光开朗 吃饭还会看着他这边笑 这自然不是对他笑 而是对身后的男人笑 即便丈夫察觉异常 可就是看不到男人 能找到男人的 只有女人 两人一同站在体重秤上 可数字却是零 这个结局耐人寻味 有人会觉得男人 其实在监狱里 已经被狱警活活打死了 后来的男人 只不过是女人的幻想 但也有人认为 那并不是女人的幻想 整个电影开始 是以男人视角进行的 说明男人是真实存在的 而他出狱后所谓的隐身术 实际上是对各个空间 产生了真实的物质作用 体重秤其实是女人 故意弄坏的 而秤一开始坏了 说明女人对生活的绝望 不管是肉体还是精神 到后来男人的出现 修好了秤 还称了体重 象征着男人 带他走向自由 不再被丈夫囚禁 女人的肉体获得了自由 因此他看到了自己的体重 可后来两人分离 女人再一次被囚禁陷入绝望 故意弄坏了秤 以至于最后男人重新出现 他们的身体依旧在房子里 肉体始终被囚禁 但两人的灵魂 幸福地结合在一起 做到了真正的自由 秤显示的灵 象征着两人抛弃了肉体 获得灵魂和二维一 最终解脱的禅意 结尾这句梦境与现实的话 可以理解为他们的空间 与外界的空间 是两个交融又隔离的世界 彼此真实存在 对于别人而言 男人的存在是荒谬的 是一种潜意识感觉 背后有人的恐惧 是能感知却无法看见的 如梦一般虚幻 可对于男人和女人而言 这是最真实的时光 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的 在常人看来 眼见为时才是真 可在他们眼里 现在和爱意才是真实 就比如丈夫在女人面前 她却透过丈夫看男人 于她而言 丈夫是虚 男人是实 对于丈夫而言 女人为时 背后有人的感觉为虚 虚是互存 谁真谁假 女人一秒登顶珠穆朗玛峰 只为把丈夫推下山崖 丈夫当场领了盒饭 很快尸体就被警方发现 通过DNA检测 马上确认死者身份 得知她一直在进行极限挑战 初步确定是自己摔断起了 可南京海俊却察觉案件多处存疑 先是死者所有遗物都有标志 连她老婆身上也闻了一个 基本确定死者有极端占有欲 所有物都要有自己的标志 等到死者老婆前来认领尸体时 海俊发现她手上有抓痕 并且面对丈夫离世 丝毫不悲伤 反而好几次忍不住笑了出来 她立马从死者老婆做切入点 发现死者老婆叫瑞来 是一名中国人 长期遭到死者家暴 满身瘀青 这正是瑞来的杀人动机 海俊立马把她列为第一嫌疑人 可棘手的是 瑞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她如今是一名护工 负责照顾的老奶奶便是她的证人 案发当天瑞来就在身边 而且还有手机通话记录作物证 海俊很快有了新的发现 死者指甲里提取出了瑞来的DNA 立马传唤瑞来进行审讯 然而瑞来的回应有理有据 丈夫经常家暴她 案发前一天丈夫让她一起爬山 她天生恐高拒绝了丈夫 结果遭到对方一顿毒打 不仅手上有抓痕 大腿上也有伤口 说完就把裙子撩了起来 这搞得海俊不好意思了 准备让女警来拍照取证 可瑞来说没关系的 坚持让海俊直接拍照就好了 还让她凑近点拍 两人这时四目相对 瑞来反而害羞地缩了回去 不仅漂亮 还很神秘 这可把海俊给拿捏住了 原本严肃的审讯是如今氛围都变得暧昧 两人有说有笑起来 海俊问她为何不敢爬山 瑞来却说 孔子曰智者要水 忍者要山 但她并不是忍者 她喜欢大海 这突然说中文搞得韩国人傻眼了 要不是手机有翻译 海俊估计到老都没搞明白什么意思 但她把这句话记了下来 还请了瑞来吃最贵的寿司 按照韩国传统 饭后要刷牙 海俊亲手给她挤上牙膏 虽然两人明明相识不久 但海俊已经对瑞来情有独钟 早已没把她当嫌疑人看待 事后 海俊表面上是在监视瑞来 实际上是了解她的生活 发现她是个很简单的人 除了上班就是宅在家里 就算外出也只是去喂流浪猫 流浪猫为了报答她 送来了一只断气的乌鸦煲汤喝 但瑞来却选择给乌鸦安葬 嘴里说着你要是非要送礼 就帮我把那个男警的心拿过来 我想要 这可把正在监视瑞来的海俊撩得响入非非 经不住幻想自己进入了瑞来家里 陪她入睡 结果阴差阳挫置好了海俊的失眠症 第二天早上 瑞来来到她车前 跟她说Good morning 醒来女神就在眼前 这让海俊彻底沦陷了 回到警局的她 情不自禁以瑞来的口吻给同事到早安 同事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然而这时有人向警局指控瑞来 声称瑞来是母 女人即使恐高 也要攀岩山顶把丈夫推下去 就连自己病重的母亲也不放过 将其残忍毒害 事后连夜逃到了韩国 但很快就被警方发现 信仪她的南警海俊发短信质问 她却只回了三个子 来我家 这可把海俊搞紧张了 前往审讯还把自己收拾了一下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约会 一道嫌疑人瑞来家里 故作镇定的斥责她 居然敢使唤警察来你家 对方丝毫不慌 直接说你不是经常来吗 这可把海俊给搞得哑口无言 显然对方知道她一直在监视自己 瑞来承认是她杀了母亲 但那是母亲的要求 因为患有绝症 痛苦一直纠缠着母亲 长痛不如短痛 瑞来心疼母亲 让她安乐死 长了恋爱脑的海俊直呼 姐姐做的是对的 接着瑞来拿出丈夫的遗书 表示丈夫曾经受贿被曝光 已然有了轻生的想法 所以选择了跳崖 真不是她推下去的 如今被拿捏的海俊 瑞来说什么她都相信 还心疼瑞来这么漂亮 却嫁给禽兽 瑞来却说她当时是偷渡来的韩国 因此结识了丈夫 在对方的帮助下 才成为了韩国的合法公民 事后 海俊拿丈夫的遗书找律师检查 律师认为遗书没什么问题 于是海俊便以丈夫自杀为最终结论 案件就此完结 还庆祝瑞来洗清罪名 邀请她到自己家里 亲自下厨做了一份中式蛋炒饭 不仅如此 海俊这段期间一直自学中文 就是想和瑞来更方便交流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谈起了恋爱 一切都在往美好的方向发展 可到了第二天 瑞来突然说有事要处理 请海俊帮忙照顾老奶奶 却发现丈夫死亡当天 老奶奶的手机曾到达138层楼的高度 一个下半身瘫痪的老奶奶 怎么可能爬上去 不仅如此 还发现老奶奶的手机 和瑞来的一幕一样 海俊开始猜想 瑞来在丈夫死亡那天 趁老奶奶睡着后 偷偷换了手机 从窗户离开 接着选择最快 也是最危险的攀岩路线 提前来到山上埋伏 等到丈夫爬到山顶 出气不意背后偷袭 抓痕也是那会留下的 为了进一步正式猜想 他自己爬了一遍山 显示的高度正好是138层 当即找到了瑞来 面对完全正确的推理 瑞来也不再隐瞒 承认自己就是杀害丈夫的凶手 海俊心凉了半截 难道瑞来接近他 他用力抱住了他 说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海俊如梗在喉 自己身为警察 是正义的化身 可爱的人却是杀人犯 犹豫了许久 他还是选择隐瞒真相 把手机这个唯一物证销毁 并和瑞来提了分手 过了不久 瑞来有了新的老公 然而新老公是个骗子 把一个女人的钱全部骗走了 女人的儿子把弃权撒瑞来身上 并要求他三天内还钱 瑞来只能和新老公一起 逃到另一个城市 阴差阳错遇见了 有了家庭的海俊 过了不久 新老公的尸体在家里被发现 死状诡异 而瑞来却在一个沙坑里 迎接大海的到来 女人潇洒地在沙坑里喝酒 面对不停涌进来的海水 她丝毫不慌 这是她选择解脱的方式 很快大海把她永远埋藏了起来 没人能发现她杀害自己老公 她老公的尸体在两天前被警方发现 死因是失血过多 可周围极其干净 完全没有血迹 南京海俊立马咬死凶手 是死者老婆瑞来 她坚信她就是凶手 认为瑞来仗着她曾深爱着自己 不会揭穿事情真相 继续为非作歹 如今她不会再包庇瑞来 一定会将她绳之以法 昔日的爱意已经荡然无存 两人明明近在咫尺 却又感觉特别遥远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凶手是左撇子 但瑞来是右撇子 莫非凶手另有其人 海军立马否定 咬死凶手就是瑞来 并且传唤她进行审讯 提出自己的疑惑 瑞来为什么总要和自己不爱的人结婚 可对方的回答却是 为了拥有和另一个男人分手的决心 海军立马明白另一个男人便是自己 但她已经失去了对瑞来的信任 并不相信这句话 到了第二天 海军去调查街坊邻居 有人可以证明瑞来的不在场 当时拍下了瑞来的照片 海军一眼就认出确实是她 夜晚 海军再一次找到瑞来 结果对方一上来就抱住了她 还坦白事发当天她回到家里 发现新老公已经死在泳池里了 血腥味弥漫着整个空气 她无法忍受 把泳池的水放干 接着把新老公拖到一旁 给她洗干净身体 然后清理了地上的血迹 自己的裙子也全是血 便用火销毁了 这换作常人压根不会相信 实在是漏洞百出 然而海军恋爱脑再次长了出来 只判定瑞来是销毁命案证据 关进看守所两天 海军继续展开调查 发现瑞来的手表里有录音 通过内容得知有男人在威胁她 如果不还钱就宰了她老公 警方立马传唤了这个男人小胖 小胖的母亲被瑞来老公骗走全部身家 所以她才刀了新老公 事情真相就是这样了吗 海军在瑞来的照片上 发现她手指着一个方向 根据方向 警方捞出了一部手机 海军从手机里的内容得知 新老公发现了海军 包庇瑞来的电话录音 一旦被曝光 海军就当不成警察了 甚至要吃牢饭 瑞来为了保护海军 利用小胖刀了新老公 真相水落石出 海军拨打了瑞来电话 殊不知对方准备离开这个世界 认为和海军的爱情是错误的 也因为自己 给海军制造了太多麻烦 以至于她总是违背成为警察的处心 很快 瑞来抵达了海边 刨出巨大的沙坑 然后站在里面喝酒 迎接涨潮的海水 就这样被彻底埋藏在沙滩下 等到海军赶来时 并没有看到瑞来身影 其实对方就在脚底下 可她浑然不知 如今的她才明白 瑞来是真的爱她 她并不是舔狗 伤心欲觉得海军在海边不停呼唤着瑞来 除了海浪翻涌的声音 不会再有任何回应 男人解开女孩的裤子 然后对她做人工呼吸 结果路人看到后 误以为男人是在侵犯女孩 连忙跑出去报警 男人就这样一头雾水 被带到派出所喝茶 由于死去的女孩是警察局长的女儿 这起事件立马引起媒体注意 纷纷对男人拍摄报道 警察把她带到现场 还原事发经过 出于局长的施压 男人就算无罪也必须有罪 在警察的教所下 男人解开了假人的裤子 众人瞬间对她咒骂 没有人在意她嘴里说的话 这样可以血液循环 接着警察哄骗男人 乖乖解开自己的裤子 这样就能回家见宝贝女儿了 男人龙九是个智力仅六岁的智长 他有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叫易胜 两人一直相依为命 生活虽然贫穷但是温馨 每次龙九要去上班前 易胜就会贴心地给他准备好喝的水 嘱咐他中午一定要好好吃饭 这天 龙九对易胜承诺明天发了工资 就买他喜欢很久的书包 把局长买给他女儿 龙九连忙冲进来阻止 希望可以把书包让给他们 他们已经惦记很久了 每天都会来看两眼 还想象局长女儿是好 结果被局长误会他心怀不轨 对他大打出手 易胜连忙哭着喊他不要了 拉着龙九离开 龙九过意不去 对易胜承诺明天一定给他买书包 到了第二天 龙九正好看见局长女儿 问他其他地方有没有卖这款书包 女孩说他知道哪里有 带龙九过去 结果不慎狡猾 摔伤了头部 倒地不起 没人在意真相 都抱着先入为主的思想 咬死女孩是被龙九杀害 龙九一听警察和他保证解开裤子 就能回家见医生 立马照做 结果迎来的却是 侵犯女孩并将其杀害的罪名 正式被逮捕 还被判死刑 接着就被关进监狱 龙九却不明白事情严重性 一心只想着医生 看到科长办公室的电话 立马扑过去想打点女儿 结果被科长一顿暴打 因为龙九的罪名 遭到了科长的唾弃 接着龙九就被送进七号房 室友都是犯了一些小事进来的 就连带头的老大 也不是十恶不赦的人 很快大家就发现龙九是智掌 问他犯了什么事 他却说不明白 老大让人直接抢他的判决书 得知他的罪行后 直接对龙九一顿输出 认为他禽兽不如 可龙九真的比斗鹅还冤 接着还被室友们围殴 但老大看到龙九被判了死刑后 便让室友们放龙九一条狗命 也因为这个罪名 龙九被所有人孤立 他却毫不在意 只在意义上 一直在地上写女儿名字 这时 他无意发现有人把牙刷磨成针 看着不远处的老大眼神凶狠 心善的龙九察觉不对劲 赶紧替老大挡下那人偷袭 等老大反应过来时 龙九已经倒在了地上 他立马明白了情况 对着那人一顿输出 三两下就把对方干趴 这时御警才姗姗来迟 索性龙九没有大碍 只是腰上裹了一圈纱布 老大向来有恩必报 并且说到做到 问龙九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一定给他搞过来 要违禁品什么的都可以 因为老大有自己的门路 趁御警不注意 把球抛到墙外 很快 球从外面传了回来 里面都是监狱没有的违禁品 可龙九不在乎这些 只说了想见女儿 这可让老大头疼了 但他还真说到做到 动用关系在监狱里举办一场表演 毕胜就在其中 接着老大把他悄悄藏进箱子里 以礼物的形式带进了七号房 男子监狱的箱子里 居然藏着个女孩 女孩坐起身四处张望 目光停留在了角落里的男人 大喊爸爸 男人听见熟悉的声音 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父女二人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重逢 义圣嚎啕大哭 说爸爸怎么会在监狱里 龙九只能一边一边说对不起 可义圣崩溃至极 龙九怎么也想不到 女儿一直在找他 可怎么着也找不到 两人情绪激动 老大赶紧提醒他们声音小点 被狱警发现就完犊子了 可一个室友害怕被连累 立马喊玉警 玉警闻声赶来 室友想揭穿义圣混进了监狱 这时 义圣握住了他的手 看着眼前的女孩苦苦哀求 两眼泪汪汪 心都化了 赶紧改口说饿了 他要吃饭 防那种人这才松下一口气 义圣可以继续和龙九待在一起 小小年纪就立马察觉出事情的严重性 他问爸爸为什么会被关起来 是不是变成坏人了 结果龙九说 这些都是坏人 他不是 室友们听完脸都黑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 表演队伍把义圣落下直接走了 这下义圣出不去了 妇女二人开心了 倒是室友们发愁了 因为不仅不能让预警发现 还得想办法让义圣全身而退 每次预警查房时 义圣就藏门下 视觉盲区预警没法看见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义圣的降临让七号房充满阳光 可好景不长 这天预警查房 突然检查门下 室友赶紧把义圣拖了起来 众人以为虚惊一场时 科长竟然出现在身后 义圣还是被发现了 龙九苦苦哀求 现在还下着雨 不能现在送走义圣 不然他会感冒的 科长却勃然大怒 你杀了别人女儿 没资格见自己女儿 把他暴打一顿 关进了禁闭室 义圣也被送了回去 结果这时 一个犯人放火 想烧了整个监狱 科长为了救人 结果被困在火海里 龙九正好看见科长有难 二话不说冲进去救他 等到科长再次醒来时 从医生这得知 如果不是龙九救他 他就领盒饭杀青了 科长看着满身是伤的龙九 开始迟疑了 龙九这样的人 真的会犯死罪吗 这天 老师带义圣进行了特殊家访 父女二人终于再次相见 龙九开心地像个孩子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可美好总是很短暂 两人没一会就要分开了 义圣看着越来越远的爸爸 不停敲玻璃 龙九一直安慰他 科长看着眼前这一幕 更加无法相信 这么爱女儿的爸爸 怎么可能会伤害别人女儿 第二天 义圣便发烧住院了 科长前来探望 义圣却说他想见爸爸 能不能把他也抓进去 科长无法答应 只能转身离开 狱警给犯人送来礼物 里面居然蹦出了一个女孩 男人连忙抱住了女儿 众人却傻眼了 这显然是科长把义圣送进来的 随后科长便把龙九喊到办公室 问他为什么要伤害局长女儿 龙九因为智力仅六岁 而且当时是被驱打成招 他又该如何作答呢 科长决定调查真相 发现龙九认罪书上疑点重重 完全像胡编乱造 龙九明明不会写字 怎么可能写认罪书 于是找到局长 请求重新调查案件 可局长因为嘎的是自己的女儿 必须有人背负罪名 让别人知道女儿是摔跤摔嘎的 他面子挂不住 而且局长要参加选举了 需要用这个案件让世人同情他 送他C位出道 直接拒绝了科长 科长明白了事情真相 可却无能为力 室友们也对案件充满疑惑 让龙九还原案发现场 确认局长女儿是自己不小心滑倒 然后因为书包导致后脑着地 接着龙九重新还原当时的行为 这些都是紧急救治的操作 众人瞬间明白龙九明明就是在救人 为了准备案件二次审理 室友们让龙九自证无罪 不停抓他的陈塑 然后模拟开庭场景 不断进行演练 龙九终于顺利说完陈塑 大家都有了希望 到了二次审理这天 局长却单独见了龙九 对他一顿暴揍 还拿一胜威胁他 必须要认罪 否则义胜就会下地狱 二次审理正式开始 龙九却拈了 律师问他有没有犯罪 他立马回答说有 全场都轰动起来 义胜在一旁悲痛万分 然而局长面无表情 丝毫不愧疚 科长忍不住了 大声呵斥龙九没罪为什么要认 结果立马被控制住 龙九护女心切 不停说是他杀的 局长女儿因为他嘎的 请照顾好我的女儿 还不停对法官鞠躬 照顾好女儿 谢谢你们 最终在一片混乱下 维持初审结果判决死刑 义胜彻底崩溃了 室友们气不过 决定帮龙九越狱 准备了个热气球 让父女二人坐上去逃跑 随着热气球越来越高 科长欣慰地目送他们离开 可热气球被铁丝王给拦下了 龙九终究没能逃出去 执行死刑的日子终究还是来了 龙九故作镇定不让义胜起一心 两人开心地挥手道别 接着还一起做了鬼脸 义胜并不知道 这一别便是永别 直到龙九到转角后 面对死亡的恐惧终于压倒了他 义胜开始数数 因为一直以来数到三龙九就会返回来 二 三 他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不停喊爸爸 龙九听到女儿呼喊再也绷不住了 拼命冲出去 抱着女儿忍不住大哭 义胜 救救我 义胜不明白情况 只见龙九情绪激动 不停喊救救我 我错了 我错了 搓手求饶 义胜年龄还小 只是感觉爸爸要去远方 不停求他不要走 龙九不停对御警求饶 妇女二人隔着栏杆 却像隔着鸿沟 龙九崩溃地求饶 他害怕死亡 更害怕和女儿分离 他一直受尽委屈都没有落泪 唯独这次哭得痛不欲生 然而一切都改变不了 年幼的义胜在科长抚养下长大 成为一名律师后 立马接手了龙九的案件 室友们多年后重聚在法庭上 一同洗青龙九子虚无有的罪名 一个无辜的好心人 要以这种形式证明清白 事后 义胜再一次来到监狱 似乎看到了当年的热气球 龙九带着小义胜开心地对他挥手告别 渐渐远去 智利只有十岁的男孩死状凄惨 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他 今天却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哥哥宇航心情无比沉重 房东在一旁说弟弟因为是智障 死因被定为意外溺亡 可弟弟明显是生前遭受过暴力殴打 宇航把气撒房东身上 房东说他没资格说话 从未关心过奶奶和弟弟 经常让他们饿肚子 宇航听完顿时语色 奶奶看着弟弟满是伤痕的尸体 伤心欲绝 不久后也离开了人世 家里只剩下了宇航一人 宇航已无牵无挂 决定拼死替弟弟报仇 通过监控得知 殴打弟弟的是一帮混混 如今被关进了少管所 而且一开始警方的调查 确实是生前遭受过暴力殴打 死后被凶手丢进了蓄水池里 宇航曾收到过弟弟弟的求救 可他赶来时弟弟已经死了 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 宇航故意犯罪 被关进少管所 和赵老师相识 赵老师专门负责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也是宇航今后的班主任 可不管赵老师怎么好生好气的说话 宇航都无视了他 仿佛没有赵老师的存在 赵老师见状把录音笔关掉 向他透露他认识弟弟 宇航终于正视了赵老师 赵老师说他曾经为残障家庭送温暖 每周日都会去宇航家里 久而久之和弟弟熟络 也教导过弟弟 他猜到宇航经少管所目的是报仇 劝他别这么做 宇航情绪激动 他们杀了弟弟 死因却被施暴者父母篡改 他必须报仇 宇航刚进教室 他就直接冲到后排 和施暴者们打了起来 嘴里不停问候他们家人 很快就被带去走廊管教 一个被称为疯狗的韩老师走了过来 他说你们不是学生是罪犯 在这就得按照他的规矩 他的指令就是命令 你们必须听从 接着要求学生知道错就学狗教 这样就不会被体罚了 宇航一副看智障的眼神看韩老师 没想到旁边的人还真狗叫了起来 韩老师见宇航不为所动 还不认错 直接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宇航不服管教 韩老师直接拿出铁棍 把宇航打倒在地 还狠狠地踩他的手 接着不停抽打他 宇航脸都变得僵子 赵老师看不下去了 过来阻止韩老师 否则宇航真的会被打死在这 虽然不再挨打 但被关进了禁闭室 宇航从禁闭室出来后 到医护室治疗伤口 借机偷走了剪刀 准备杀了那些施暴者 这时 施暴者一号正在厕所嘲笑宇航 让小弟阿焕把门 殊不知阿焕已经被宇航控制 全听到了一号对弟弟的嘲讽 这让宇航火气疯狂飙声 拿出剪刀 冲进厕所里暴打一号 一号赶紧解释他没有杀弟弟 宇航根本不信 直接把剪刀扎了下去 就在这时 赵老师冲进来阻止了宇航 在少管所继续犯事 宇航的人生就要完了 宇航已经无牵无挂他不管这么多 看到一号要逃 直接一拳干倒了阻拦的赵老师 但立马被韩老师制服 又被关进了禁闭室 却遭到二号袭击 宇航没有倒下 反而将二号暴打 二号连忙解释他们平安夜那天 是去找便利店老板算账的 可是弟弟要报警 就揍了他 但是没杀他 宇航不相信施暴者的话 他们伤害只会傻笑的弟弟 脱他裤子 抢他钱 剪他头发 关在厕所 喂他尿 往他脸上吐口水 接着宇航准备杀了二号 结果被身后突然出现的韩老师击晕 阿焕因为偷偷给宇航指通药 被施暴者欺负 到了晚上 宇航意外发现 阿焕用身体和韩老师交换烟和零花钱 第二天偷偷找到阿焕 阿焕其实是弟弟的好哥们 他知道宇航很讨厌弟弟 弟弟死的那天 明明和宇航约好过圣诞 弟弟在餐厅等宇航 宇航却迟迟不来 弟弟觉得哥哥太忙啊 要帮哥哥分担压力 决定去便利店打工 导致独自一人的弟弟惨死 宇航几乎不回家 他没想到智障的弟弟 居然会为了他去打工 宇航更愧疚了 想起昨晚的事情 让阿焕别为迎头小利丧失了底线 阿焕他只是为了生存 宇航不会懂的 男同学嘴里咬着内裤强忍疼痛 被老师伤害 而是施暴者们要 为了在哨馆所生存下去 他只能不断忍受 突然电机声响起 阿焕回头一看 是宇航救了他 就在刚刚 宇航听到了阿焕发出奇怪的声音 想起弟弟曾经也同样发生过 他会用手捂着屁股 一副很痛的样子 宇航问他怎么回事 弟弟却不敢说 看到宇航不耐烦了 他就连忙道歉 宇航曾经没搞懂情况 现在他终于知道了 宇航将韩老师暴打一顿 向阿焕询问 弟弟是不是也被伤害过 阿焕告诉了他 有天早上他得知弟弟被伤害 询问伤害他的人是谁 让他找宇航告状 弟弟却没有说 他认为这天是圣诞节 开心的日子 不能说这件事 因为哥哥非常辛苦 不能给哥哥添麻烦 宇航得知后满眼通红 弟弟为什么不告诉他 阿焕却说 如果受害的是你 你说得出口吗 宇航沉默了 想起圣诞那天 弟弟确实是打算跟宇航说的 但是他憋了半天 还是说不出口 和哥哥说了句 宇航开始后悔 如果当时他没有放鸽子 弟弟或许就不会死了 其实宇航确实很忙 成为混混是为了赚钱补贴家用 家里只有痴呆的奶奶 和智障的弟弟 重担落在了宇航一个人身上 而当混混是来钱最快的 圣诞那天 他和往常一样去当打手 可那户人家的生活状态 和自己家太像了 同样是弟弟和老奶奶 他忍住不去想这些 把火力集中男主人身上 完事后宇航总算拿到钱 可因为刚才打斗中 宇航身上有尿液 偷偷嫌他臭扣掉了奖金 晚上宇航找弟弟见面 结果电话里却传来了 弟弟的惨叫声 等他赶回来 弟弟已经出事了 韩老师因重伤调离岗位 看监控的只剩赵老师一人 宇航做了个杀光施暴者的计划 赵老师也不再阻拦 而是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他在祈求天主原谅犯下的罪 这天 宇航和施暴者们打了起来 拼尽全力将众人干趴下 不慎被人控制住身体 三号抓起碎玻璃 用力插进了宇航腹部 可光脚不怕穿鞋的 宇航不要命地反击 三号害怕地求饶 坦白他没有杀弟弟 只是感觉弟弟傻傻地好欺负 就揍了他 可谁知道弟弟后来却死了 就在这时 赵老师悄无声息出现在身后 拿起了地上的钢管 接连把施暴者打死 宇航愣在了原地 老师残忍将四名学生杀死 他却被判为正当防卫 加上他连续两年 为残障家庭送温暖 最终赵老师被定为 尸首杀人判有期徒刑四年 就在这时 旁听席上的阿焕突然冲了上来 拿纸团砸赵老师 还对他吐了口水 因为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赵老师每周日 都会去宇航家进行家访 看似是送温暖 实际是为了强制这样的弟弟 奶奶痴呆自顾不暇 宇航常年不回家 这给了赵老师随意泄誉的机会 弟弟每次看到赵老师上门 就会很自觉地趴在洗手间的墙上 然后听从赵老师的命令唱圣诞送歌 以便掩盖接下来会发出的声音 宇航看到阿焕反常的行为 察觉到了不对劲 在圣诞前一天晚上 弟弟会有意无意地提起圣诞节 还说要唱圣诞送歌 因为圣诞老人会来 每次来了就送一箱拉面 说喜欢他 宇航觉得莫名其妙 弟弟眼泪打转 却欲言又止 害怕给哥哥添麻烦 只能哭着唱圣诞送歌 宇航却不胜其烦 他彻夜难眠 回想起弟弟纯洁无瑕的笑容 又想起了赵老师的奇怪表现 结合起弟弟的叙述 发现赵老师有件圣诞老人衣服 而弟弟一直在提圣诞老人 以及圣诞那天正好是周日 他瞬间明白了 杀人凶手是赵老师 第二天他来到监狱 质问赵老师为何要这么做 对方却云淡风轻 说他真的很爱弟弟 施暴者他都杀死了 虽然是他杀的弟弟 可是他也已经赎罪了 弟弟会很欣慰的 宇航应该原谅他才对 还说现在心情舒畅 宇航气得想冲进去杀了他 说的什么狗屁话 可是宇航根本就无能为力 弟弟真正的死因 是在被殴打的那天晚上 虽然已经满身伤痕 但为了赚钱给家里充水费 弟弟又回到了便利店里 看着店里一片狼藉 弟弟慌了 不是怕老板会吵他鱿鱼 而是害怕会因此给哥哥添麻烦 哥哥会生气 就在弟弟收拾地面时 赵老师找到了他 把弟弟带上了车 弟弟很害怕 赵老师会找他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抢他 赵老师在车上 给弟弟简单处理伤口后 就开始变态地摸他的脸 还把弟弟带到天台进行伤害 可弟弟太痛发出了声音 赵老师捂住他的嘴 导致弟弟窒息而亡 赵老师看着弟弟尸体 还痛骂他为什么要这样 自己明明没有做错什么 接着将弟弟尸体丢进了蓄水池 事后还自认倒霉 而恶有恶报 三号父亲派的杀人犯 找上赵老师 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